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又是個代號雜談系列 絕對不是寫另外一個遊戲寫到偷玩 那就看看最近有什麼可以分享的 首先是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 動畫第一季 完結灑花啦 明年又有第二季可以看 這真的太甜了吧 也歡迎大家多看點輕鬆戀愛劇 哎呀 不小心錯棚了 那第一款是 黑暗降臨 仙霞版 仙劍世界 於6月17號 開始內測 開發團隊為中手遊旗下的滿天心工作室 旗下代表為之前上架的SNK格鬥世代 目前這款在中國已經快季了 那財服的話還行吧 但也不知道還能撐多久了 遊戲承襲著仙劍俠傳的IP 以及一看就知道原汁原味的風格 如果說明朝只是小範圍的借鑒米哈游過河 那這款不論想是探索機制、戰鬥玩法 像施放技能、切換隊伍以及UI風格等 跟原神幾乎是一毛一樣 甚至還有能看到天刀的影子 遊戲戰定為非MAO的多平台類型 依照目前釋出的硬體需求跟玩家試玩狀況 這如果在手機上大概會卡成PPT吧 所以高距離只能走PC端遊玩 目前課金價格未知 但大概也會跟原神一樣 抽角色跟武器 然後可能會出個同名義形體 像什麼羅莉靈月爐啊 蛇身罩靈蛾之類的 不過是因為它不是主控二次元類 所有的店員用戶群也不同 所以畫面雷騰畫面 目前也比較不會被針對 那就等之後的二三測吧 那這邊也幫觀眾複習一下 大宇資訊 已經在2021年時 將新建奇俠傳的IP 中國方面的版權 都已經賣給中手遊了 而基本上該系列 也跟大宇資訊 沒什麼關係了 當時連在一起被收購的北京軟心 旗下先建奇俠隊的開發團隊 在近期傳聞說被解散了 但因為有另外一個新聞說 這只是謠言 那就看之後會不會有單機續作 或者重置版就能驗證了 不過如今這IP 也只剩下割韭菜份了 尤其一代是經常被拿出來各種聯動 我前幾年還很久的時候 也受騙上當 去玩了一款正版授權的仙俠畫面遊戲 名字我已經忘記了 不過遊戲應該是已經倒了 還有像之前我提過 最近在入版正式推出的 新仙劍牆的傳知 揮劍問情 原本可能想要割一波 但卻沒有造成什麼反響 劇情雖然復刻了最經典的一代 但玩法變成很純粹的放置 加一鍵布置的佔定數值遊戲 順帶一提 這遊戲最早是在2021年時上架 當時應該是套了另一款2018年的遊戲 仙劍克三H5的版號偷偷上架 直到現在才有正式的名稱 這款在台版同年也有進行小規模的測試 當時叫做仙劍奇俠傳永恆 本來預計在9月上架 不過後來就不了了之了 也許是跟IP使用權有關吧 就看台版之後會不會重新登場了 情懷粉準備接招吧 再來就是繼上次台灣與中國遊戲營收部分 這次我們來快速看看其他國家的 幣子方面也已經換成台幣了 但因為大多數是主機類廠商 但我現在都只是關注比較少碰了 那就不多做深度討論 難道之後有機會我再來回歸一波吧 那看上去的話大部分表現還不錯 唯獨那個玉璧是真的慘 一直有消息是出他想要被收購 但始終還是選在那 近期跟騰訊合作的刺客教條代號券 目前反應也不怎麼樣 這系列我之前玩的時候還是挺喜歡的 但還是慘遭手遊化了 未來各種罐頭移植 看來也是指日可待了 然後前前那款搖曳露營的手遊上架了 也是在一上架就創造了不少話題性的遊戲 像是BUG、引導艙、優化問題、玩法類似賽馬兩等 但皮鑑本身IP有一定的粉絲量 目前看上去還是有不錯的熱度的 那我們就等等兩個月 就知道會不會陣亡了 然後近期比較熱門的 就是在2014年內向一路敲敲打打 前陣子終於開服的藍色協定 除了不少BUG、連續問題 以及海外玩家可能會被封上號 還有中國玩家開掛 被自己人快速切割這些事情以外 遊戲真不愧是你萬代啊 刀剪味還是挺濃的 劇情演出的效果也非常日式 假設羅書國際版的話 我還是蠻想找時間上去走跳一下的 但他們的辣椒就算了吧 那最後來聊聊韓國吧 6月22號 終於城海2 準備全球公測了 那前陣子又在封測做最後一次的調整 當時我評測過了不少問題 官方後續也有調整的 如果對這IP感興趣的話 之後可以去找來看看 但如果你不愛回合字的話 那就跟他說拜拜吧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的流行風潮 還是廣告商在同時發力 各種像書風掛機遊戲 不論新舊款 都各種串出頭啊 像台版之前的馬賽克英雄 6月7號在韓國正式上架 由三季富裕的好夥伴 由Joey Gans代理 目前是免費榜的第一名 6月的目前營收排在前20左右 對於特愛PVP的民族而言 這裡確實挺適合扎根的 那另一款是10月上架的放置卡牌類的 無名騎士團像素的英雄 台灣之前有人介紹過 最近也突然串出頭來跟他競爭 而開發上的另一款遊戲 尤尾的惡魔殺手 還曾經獲選2022年台灣區 Google年度最佳休閒遊戲 但目前該遊戲已經放身不理 快踏入棺材了 這公司雖然是一間韓國公司 但他們給我的感覺 就是在學中國那套 低成本買量一破六的方式 最近還準備推出另一款續作 尤尾的惡魔殺手崛起 建議之後要入坑的話 還是謹慎考慮一下 然後另一款是獵人英雄 玩法上有點像達達特工那種 歌草無雙類型 以及去年10月推出 但我不會念的 Demigat QG 防止用Action RPG 值飯的話就是 培養半神放置RPG 也是挺常見的 掛耳機遊戲玩法了 前這次還有類似遊戲的廣告投放 在今年4月的 元素方程式2DMORPG 顧名思義 就是掛耳機MORPG 這款讓我想到去年 封測完就無聲無息的 風之王國宴 我不確定畫面能不能強制轉向 因為前幾年他們有出過橫版的類型 可能是想結合輕鬆放置的題材 所以改成直向的 但目前這款可能只是順著廣告被打上來 並沒有造成什麼話題 經典的一刀999傳奇系列的續作 《傳奇王者歸來》 於6月5號推出韓版 本次遊戲是韓國方授權中國方改編並且營運 所以遊戲是什麼尿性 大概已經可以聞到了 遊戲實在太過於復古不能直視 最後就是Netmarble子公司卡棒 預計在多平台推出遊戲 亞瑟王傳奇崛起 月底將進行大規模的測試了 主打虛幻引擎5開發 沉浸式的劇情加回合制 嗯?怎麼有點熟悉呢? 但這可是N加的遊戲啊 而且又加了PGP元素 如果你屬於那種表面防感的回合制 但實際上只是想不斷找人PGP的話 可以之後來試試看 可預見未來會變成 課金王錢包丟掉啊 那最後最後說聲抱歉啊 最近剛好在忙別的雜事 然後又莫名其妙成為在夏天感冒的笨蛋 所以本來應該在前兩天就可以更新的影片 就偷到了現在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坐下 感谢观看